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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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但我不再跟你有朋友之情 我不想這把無情刀 插在你煙口之上 原來蛇狸子已經拿了 那就對了 大功告成 你繼續你鬼忍 蛇狸子交給我 拿上少林寺 蛇狸子交給我手上萬輝刀 一段時間我也不會再相信 你最好不要跟著我 他最後關頭 我會不惜一切保護蛇狸子 進來 蛇狸子 我會不會再相信 你尋寬已經反山蛇狸子 現在送回少林途中 真的嗎? 那就好了 蛇狸子可以重返少林 的確是一件可喜可何的事 為了對佛蛇狸子的尊崇 我們一定要用最高的榮耀來迎候 好, 我馬上去辦這件事 是 知賢大師 在下已經找到事 李施主 今次多得你仗義相助 不捨你可以安眠途返少林 真是大恩大德 深湖大師你又何須多禮 這些只是在下的成果 現在在下把蛇狸子歸給大師 在下總算功成身 不行, 施主 你是找到蛇狸子的功臣 蛇狸子歸位的名譽 應該是由你進行 深湖大師 李施主無謂推辭 請把蛇狸子歸位幫忙 那好吧, 自然大師 給財主 但這是死的 此生異気 你堅守 你堅守 我堅守 可不堅守 你也堅守 你堅守 你堅守 我堅守 你堅守 早所欺慕見 如今舍利歸位 就希望這些腥風血液 從此滅絕人間 創生永享太平 永恆不敵 過你 舍利歸位開始 今後舍利 將會永遠保存在少林之內 而令人間正氣 發揚光大 四海皆咒 過你 起橋 爹 抽生 吹 沙 舍利, 張小姐 留成青挺延遲 Your Enterprise 你怎麼會這樣? 稟告, 李尋寬已經成功 拿到四利子 擺脫了少林和尚 正向十里庭進化 沒有一個李尋寬 居然為了一個林思音 公然和少林與對抗 已經和過美人關了, 真是沒說過 我先開離面後身 寂寞 李尋寬已敢了王寧 我先一討論 李尋寬 臨亡盟三角、 李尋寬 李尋寬 眼神長 起來有重 name 我先回到八宵 來, 請你 代方長, 心虎不力 被李尘寬帶同佛社你走掉了 你知不知道你這次所犯的錯 牽連有多大 心虎之罪 你武功不及李尘寬 被他走掉也情有可言 可是你以前誤信李尘寬 還多次挺身而出 為他作擔保 誤信奸人有眼無珠 連少林的威望都被你毀了一口 我佛前非為你 姑娘你一生為少林行善不少 就罰你入閉關室 臉壁思過一百天 多謝代方長興盼 你要好好思考反省 不信奸人的結果 是 申請深恕兩位師叔 大方長有甚麼吩咐 是 繼續發散少林忠弟子 搜查李尘寬的下落 一定要把捨離子找回來 是 是 你沒有李尘寬的消息 真的好, 讓他走掉了 你們哪有本事難得住李尘寬 而且他成功拿走蛇梨子 才可以實現我的計劃 你的計劃? 當然了 如果李尘寬的蛇梨子歸位於少龍 對我有甚麼好處 但是如果下了阿菲手上 那就完全不同了 他在明正不信立大功 做武林盟主也沒有人敢反對 到時候少林和武林 都可以控制於我鼓掌內 那獨時天下間 你就可以呼風喚雨 為所欲為了 當然了 如果我沒有足夠的本錢 又怎麼可以把李尘寬 變為我的群下之神 為了李尘寬才做這麼多事 我好不惜一切犧牲 完成這個目的 還有 我要看少林上城的武功秘笈 那些是藏經國的收藏 沒那麼容易拿出來的 我培養你做少林方丈 你一定有辦法幫我拿出來的 給我 交了蛇尼紙給我 我沒見到大嫂平安無事之前 我絕對不會交出蛇尼紙給你 你放心 就算我殺了天下間的人 我也不會傷過林斯茵的 想不到你為了林斯茵的女人 會埋沒良性做這麼多事 你也是一樣 為了一個女人 公然和整個武林對抗 連大俠的聲明都不明白 我只是一個牧名小出席 為甚麼不去呢 大嫂子 大嫂子 為了我不想讓她走了 只有把她冤枉一下 大嫂子 那你現在可以把蛇尼紙交出來 我奉勵你一句 江湖險我, 你已經泥足深陷 希望你能夠早回頭 好, 謝謝你的好意 不過無論如何 我也要坐盟主這個位子 公明對你們來說真是這麼重要 人各有志, 你應該明白的 沒事了, 大嫂 李陳寬 我叫你賠回我相公的條命給我 你為甚麼要加賀於我相公 為甚麼要殺天賜 我前世欠了你甚麼 你為甚麼要加賀我全家 快點 你說吧, 你別以為不出聲 就可以盲莫一切罪證 仙怡 姐姐, 你住手 快走開 姐夫和天賜 一定不是你大哥殺的 仙怡, 你不要多管閒事 我就是不想你枉死 才多管閒事 你大哥沒必要殺姐夫和天賜 如果他是為名為利的話 他不會和少林為敵 特地搶石離子回來救你的 還有, 他和你已經前緣不再了 為甚麼他還要殺死四次 拼死來救你 那為甚麼相公會死 如果你以為殺你大哥 就可以真相大白 而不查清楚真相的話 那姐夫死在九泉之下 也死不瞑目 好, 我姑且去查證一下 如果相公真是你殺的 我一定不放過你 你沒必要這樣做 你對我太重要了 我不能讓你死的 好嗎 好害怕 ahh 我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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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宣佈 阿飛正式當選為武林盟主 阿飛, 你憑甚麼做武林盟主 你... 論之力, 論武功 他有甚麼資格做盟主 非能夠把謝利子拿回少林 論功, 想他做武林盟主 是當之無愧 但是他跟你陳寬同一黨 互相勾結 好 如果正如你所說的話 你... 早就能把謝利子交給我 無需以少林為敵 當日我成功地進入 收藏謝利子的動員 還在李陳寬手上得到謝利子 你幾位可以嗎? 身為少林代方長 讓我說句公道說 好, 阿飛在情在理 他做武林盟主是應該的 如果有誰不服的話 也就是不服我的話 好, 林主是以少林為敵 多謝代方長主持公道 沒理由被阿飛做武林盟主 他何德何能擔當這個重任 真是不明白 少林子自然代方長 力保阿飛做盟主容易何在呢 這件事我們不能坐視不利 大家不用擔心 邪不能勝正 阿飛做盟主也不會做得很久 聽上官幫助這麼說 莫非是甚麼錦囊妙計對付阿飛 對付阿飛的小子 不需要甚麼錦囊妙計 我相信大家聽過 寡不敵眾 阿飛不會跟我們這麼多人為敵的 現在就先讓你春秋大夢吧 大家請留步 好, 盟主夫人, 請問有何歸光 我想知道盟主是怎麼死的 李陳寬雙是武林公敵的 可是盟主這次的死, 與他無關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當他三道突然天崩地裂 他三個半已經可以逃脫了 來說盟主因為好大喜功 他就要拿了石子 想被石門打死了, 與人無由 你去吧 其他幫派的人 為甚麼還未能依時復會 在下已經派去查明此前 啟稟民主 甚麼事 金錢幫幫主上公登行 他說抱病在身 未能出席民主的登位大典 那巨瓊幫空洞派 還有其他人呢 他們都說 他們說甚麼 他們都說抱病在身 未能出席 簡直借詞推堂 又會剛巧在當盟主之人 一個一個一起生病 我說他們有心和我作對是真的 好, 我是不會讓你們得拯的 你別有此理 是否要為江湖上的黑冰蟹醬 而大動肝火 這群人簡直不服 我做武藍盟主 而且還可能有造反的野心 這群人只不過是 孤明吊義之輩 有甚麼大作為 難道你要控制這群人 也沒信心嗎 放心 我做武藍盟主這個位子 一定不會讓這群人控制的 是呀 天下已經盡歸你所有 來日方長 可以將他們慢慢逐個收拾 你又何必這麼心急呢 是呀 現在我們甚麼都不要做 以靜制動 看看這群人有甚麼行動 然後我們攻破他們的陰影 阿飛出身邪教 盟主這個位子根本就不配阿飛做 說得對 所謂行正則正 行壞就壞 阿飛本質這麼壞 他做盟主一定為害武林 我寧願死也不聽命於阿飛的 既然大家萬眾一心 供不服阿飛的 這樣就容易辦事了 我們想辦法將阿飛拉下來 領選盟主 這樣才會為了武林的精卿 說得對 阿飛有少林自然大師的撐腰 想動的分路也很難 是呀 他不是用真材實料做盟主 要拉他下來 是指日可待的事而已 而且李尋寬和阿飛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李尋寬做阿飛做盟主的 如果要對付阿飛 首先就是向李尋寬來守 李尋寬, 請留步 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們沒甚麼好說 李尋寬, 你別以為你虛射責任 一走遼之 要不然你將射黎子交給阿飛 他怎麼做盟主 他出身邪教, 心術不正 做盟主一定是為和武林 既然你這麼大意為何不妨礙他做盟主 甚至殺了他為武林脫害 就是因為你幫阿飛 他才能做得成盟主 所以你有債務解除他的職位 免得遺害江湖 郭導演說過不會再涉足江湖 你再說的話就自討沒出 李尋寬 他不為所動, 怎麼辦 李尋寬雖然武功高強 所向無敵 但一樣有死門, 一功直奔 常官幫主 甚麼是你們 龍夫人, 請署我們無懷不請切瀾 因為江湖告急 所以才來打擾你 我可以做了甚麼? 是想夫人你 勸勸李尘寬出手阻止阿妃做盟主 要不然將會天下大亂, 生靈逃炭 這個人的事, 我不會再過問了 李尘寬會為你做任何事 而只有夫人你 才勸李尘寬改變主意 你們別再說了 江湖上的事是非非 我不會再理 你們走吧 阻止阿妃做盟主, 為事著必行 阿妃, 如果不達到目的 我們勢不罷休 龍夫人, 如果你不再答應 就說再下無禮 要怎麼樣? 只要我抓住你 就會逼你尋本就辦 好, 我不再採取江湖 才是在鄉民所立在宋宇大嫂 你再客氣 你…你不妨礙阿妃做盟主的 而是後果不妨礙阿妃做盟主的 我全部由你負責 你終於成天下的罪人 別走 放心, 大嫂 他們不會再騷擾你 你以為你這樣做 我就不追究上公和天賜的死了嗎 我不用你保護我 我以後不想再見到你 你不幫我 老大妃… 阿妃, 你 pegar手 等著 你告訴我, 到底龍少雲是怎麼死的 我不知道 當日把你三人放在洞穴裡 你一定會見到誰殺他 我不想再說 江湖上還有其他人你可以打聽 你今天不說, 不用意離開 你不要強人所難, 讓我出手 你不想我再問, 讓你殺我 不要打 我希望你看著這個女人 她跟我無仇無怨 我不想傷害她 你們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雙公 天賜 雖然我還沒查到你們的死因 可是我不會放棄的 就算我賦了我的命 我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你們就不冤得死了 你們想怎麼樣 我曾經答應過李尘寬 是不會傷害你的 你可以走了 盟主, 我們為了完成你的魂縣 永保人間安眠 人間正氣長絕 所以才打擾了兩副刺激刃 起番 是 大家快點過去 你們想怎麼樣 你們不可以這麼做的 蓉夫人, 我很對不起 滾 是 沒有 這 105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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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住手 大家走 你們為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 蓉夫人, 我們是被迫這樣做的 只要你勸服了李陳寬 阻止阿妃做武林盟主 我們由張少莊主和盟主一小手交交給你 並生風光大作 蓉夫人, 告辭 蓉夫人 蓉夫人 居然不順 我用心的 但也不順 賠他 好 再自身 再度 你雖然是大罪 但是你的心仍是清醒的 你只害死你義兄和天使 就連他們的屍首對害你而不得安寧 那隻屍首都鼻汗了 就被上官金融搶走了 這是你和他之間的恩怨 如果你還有半點血性的 你應該對這件事有所交代 乾杯 想不到龍少雲死了 都可以為武林出分力 我就不信 李尋寬這次不就犯了 李尋寬 你這次來 是想拿回龍少雲副子屍首 李尋寬, 我給你們一次機會 馬上把屍首交出來 你又不是幫他做事 我怎麼聽他說 李尋寬 我為人間正義戰 你夠膽殺了我 李尋寬, 你不顧名釣魚之輩 到這個時候 還領用正義之名來滿足自己的私心 我孤立你們無謂害民間 我孤立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要不然 下一次這把無情刀 藏在你們的煙喉之上 龍少雲父子屍首現在在哪兒 大嫂, 我已經為義兄和天賜 訂了兩副棺墓 一會兒公公來了 就會安葬他們 對於我的事才會連累兩位 我就過意不去 好 龍少雲父子屍首 這把屍首都搖禁 這把屍首都搖禁 一圈, 上來 你還在山上 二叔, 你別走 甚麼事, 大嫂 你的非刀 從來只是發出一刀就自行於死地 可是為甚麼天子身上 有兩道傷痕 天子肚上的傷痕 不是你非刀造成的 那是誰做的 難道是我相公所做的 為甚麼到這時候 你也不把這張照片說出來 你再不說 我以後也不會見你 當我發非刀之前 天子已經被人殺死了 你也就是說 相公毀文化罪精就嫁禍於你 他為甚麼要這樣做 當時義兄身居盟主之位 為了維護武林安寧 我想他是被不得意猶豫 那他的死呢 他是被藏射尼茲的 山洞機關所殺 射尼茲是聖結之物 當時義兄他女肉分心 被歪念所蒙肺 他又加上對射尼茲不敬 所以才會死在機關之下 原來他們倆的死 與你全無關係 為甚麼你要承受這些罪狀呢 人已經死了 埋怨和紮肥還有甚麼用 原來我已經聲名狼射 我也希望他們死留名 對不起, 義叔 以前我...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 別再聽了 對了, 你又打算他怎麼樣 相公在生之前 曾經立下致願 為了一位平式光湖紛爭之後 就到千霞山歸人 可惜,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 去完成這個生命 那凡事你自己要小心保重 那你怎麼樣 今天繼續天涯漂泊 四海為家 那天涯漂泊人生 留在江湖一天 始終都會守江湖的時間 為甚麼你不能像我這樣 去深山歸人 遠離江湖的聲風氣 這就叫少林上城的武功秘笈嗎 你真是當我不知道 我在藏經閣裡有甚麼經書嗎 上城的武功秘笈 是由少林戒律院四大金剛守護 他身為少林大貓院的方丈 地位權勢得超然 有誰能阻止你 我想想辦法 如果你想拿出這種經書的話 你以後不用下山見我了 你現在可以走了 是 是 仙兒, 說句好消息給你聽 我已經成功把巨禽幫 和空洞派收復了 以後連金錢幫也歸信於我 那天下就是我們所有了 我今天沒這麼閒情 說這些事了 那不如我陪你喝酒假悶吧 我連這種閒情也沒有 仙兒, 為甚麼你不開心 天下已經是你所有了 你大可以呼風喚雨的 還想要甚麼呢 只要你開心的話 我甚麼都可以拿給你的 你不可能做到的了 你走吧, 我想一個人靜靜靜 好 怎麼樣?那是李尋寬的消息了 我們已經找了很多地方 但是也發現不到李尋寬的下落 全部都是沒用的奴才 找不到李尋寬的話, 不要回來見我 是 是 令人靜靜的現在 當時要不隨便 拍攝 令人靜靜靜的 中文字幕寫出來 叫做16richt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老闆,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中年男人 經常拿著壺酒在這兒附影經過 不多個眼 不多個你所說的中年人出現過 謝謝 不用了 師爺, 我到處找你, 怎麼走也不出聲 我喜歡去哪兒, 與你無關 你去找你尋寬 是又怎麼樣 我的事不需要你過問 他已經退任江湖了 你幹甚麼要找他 我叫你不要再問這件事了 還有, 以後我在哪兒 你不要跟著來 你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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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除了 仙兒 你現在去哪兒 不關你的事 你馬上回到少爐 不要再跟著你 沒見過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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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這裡 是誰收養你的 是我 從來未願虧欠 情詩暫不斷你還原 誰在雪刀劍世上最無情 常言道清這自清 情願復下流星 為何有復飄遠 情詩看不透看不穿 對錯是萬年 人世分不清 飄於世上各岸天靈 你有著無求無虐的